大家好,我是利命馆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谭坤明 欢迎收看本期的短视频 前两周我们了解了梅花、兰花和牡丹花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本期视频会继续向大家介绍桃花、莲花和菊花 这三种花分别是春天、夏天和秋天里最有代表性的花 先来看桃花 桃花在春天开放,色彩鲜艳 在古代,桃花象征着美丽的少女 例如诗经里的桃枝夭夭、啄啄奇花 用桃花来称赞年轻貌美的新娘 在中国人的眼里,桃花也是爱情的象征 当一个单身已久的男生得到了女生的喜爱 我们会说他走桃花运了 汉语里的桃花运指的就是爱情方面的运气 中国人还会将美好的生活和理想的世界比喻成桃花园 这和中国古代文学家陶渊明写的桃花园记有关 桃花园记写了一个愚人迷路后经过了一片桃花林 然后发现了一个民风淳朴的村落 后来人们就用世外桃园比喻人间仙境或者向往的生活 另外,桃李这个词还可以比喻老师心情栽培的学生 当我们要赞美一位老师的时候,可以说他逃离满天下 意思是,老师教育出来的优秀学生遍布全世界 再来说说莲花 提起莲花,很多中国人会想到这样的一句描写莲花的话 出淤泥而不染,灼青莲而不腰 意思是,从淤泥中长出却不被污染 经过清水的洗涤,却不显得妖艳 这就是中国人喜欢莲花的原因 人们认为莲花象征着高尚,洁身自好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另外,中国人喜欢莲花 跟婆教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两种宗教都非常尊崇莲花 最后来看菊花 菊花清新淡雅,在其他花朵凋谢的秋天开放 自古以来,菊花就一直受到中国人的歌颂 菊花有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寓意 被称为花中影视 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特别喜爱菊花 他写过两句有名的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首诗写出了他的隐居生活 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菊花历经风霜 有顽强的生命力 所以象征着坚强的精神品格 例如唐代诗人袁枕写过两句诗 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 体现了他对菊花坚强品格的赞美 值得注意的是 菊花还可以代表对去世亲友的怀念 人们常在参加葬礼或扫墓时献上菊花 表示对逝者的哀悼和尊敬 好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了桃花、莲花和菊花三种花 下一期视频将会介绍竹子、松树和柳树 这几种植物的象征意义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下周见,拜拜